你们说赫兹到底有没有智商 说实话我真的不相信 一只德木能做到完全没有脑子 所以我必须要去亲自研证一下 哎呦我的天 赫兹这一身萝莉妆 还怪我看呢 你对车那么感兴趣 赫兹看上去跟正常德木没什么区别 从面向上看 也完全看不出任何智障的感觉 试了一下接食物也没有问题 更恒望家里还有一只哈尔奇 赫兹就算没有其他德木聪明 但在这个家里至少能强过大鹅吧 手 手 赫兹手 坐 好 手 哎 哈哈哈哈哈尔奇都会握手 你要知道 你知到排名第三 哈尔45 你知道吗 手 哎 赫兹 赫兹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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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懂了嗎 看啊 看 看 來 大哥 坐 手 誒 好狗 到這裡看 手 手 好狗 打個很乖 手 手 大哥 你都學會搶答啦 呵呵 哎呀 哎呀 你以後混的一定比赫茲好 哎呀 以赫茲現在的狀態 他這個智障天花板的名號真的很難洗呀 雖然我智力不行 但是我體力很行 鬆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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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鬆啊 赫茲 乖 赫茲 你不累我都累了 赫茲 你還真別說 赫茲的體能是真的不錯 而且你說他沒腦子吧 他又會玩巡迴 每次球扔出去 他都毫不猶豫地撿回來 怎麼說呢 赫茲雖然頭腦是簡單了一點 但人家四肢發打壓 作為一隻家洋寵物犬 沒有腦子說明不會跟主人玩心眼 恐無有力說明能給到主人安全感 這不正是我們心中完美狗狗的形象嗎 人生得此一狗 夫婦何求 我這麼一說 你是不是瞬間就覺得赫茲的形象高大了很多 OK 洗白赫茲成功 我是霹雳心爹 Respite